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真厉害 三年级的就是不一样 不就是一块滑板吗 不用太羡慕我 只要像我一样努力又有天赋 迟早也会成为焦点人物 对了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新创意 凌空悬浮 怎么样 师父逞帅 我也想玩 幼稚 危险 快让开 完了 鞋带被载住了 喂 你这小孩儿大马路上王滑板 不要命了 好险啊 是哈小龙救了司马呢 哈小龙 你的球扔得可真准啊 哈小龙 你天天玩皮球 今天真派上用场了 你可真棒 要是刚才那一幕也被新闻拍下来就好了 可以提醒大家 再好的发明也不能在马路上表演 我有办法可以做的 各位 我现在是记者哈哈 司马同学 我要采访你 由于你刚才的一个小失误差点导致车祸 请问有什么感想 下次你还会继续在路上玩滑板吗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在危险的地方玩滑板了 哈哈 这条新闻太棒了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记者 居然能让司马勤奔认错 我作为记者只是收集了现场素材 调查采访事件对象 让他认错的是足够的事实 而不是我的提问 你们快看下去 还有我 还有我 我当时看到情况非常紧急 灵机一动 想到了除了爱吃零食 我的投球技术还是不错的 于是就把球扔了过去 真的太危险了 多亏了哈小龙反应那么快 我们也想告诫司马同学 过马路一定要一停二看三通过 哈小龙 你成就人小英雄了 可惜哈哈没拍到当时的画面 对了 我们可以做一台能够自动记录新闻的跟拍机器 这样以后不管发生什么紧急情况 记者都能抓拍到现场所有画面 嗯 好好好 这个主意太棒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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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自动新闻制作机搞定 只要有突发事件 机器就会自动抓拍 还会根据记者所说的内容 编写成新闻稿 自动上传到网络 这样即便是一分钟前发生的新闻 我们也都能立即看到 有了这台机器真是太方便了 我们可以来试试 好啊 赶快来试试 今天是4月3号 一台自动新闻制作机 在公孙兰房间里诞生了 从此以后 新闻播报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记者哈哈为您报道 我在课语喜欢做一点小发明 希望能让每个人的生活都方便又舒适 哎 公孙兰 公孙兰 你好厉害啊 是啊 这么小年级发明这么复杂的摄影机 太有才了 是啊 哼 明明昨天我才是新闻焦点人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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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d lid 你的新闻可真棒 就是 发型没说好 剑得脸有点大 嗯 嗯 蓝inação 明年的科技大赛 凭你的发明 肯定把司马晴空比下去 那是 昨天那个 眼看的车子就要撞到司马了 我一个头来 等等 新闻机又发现新闻了 少科站一名叫夏东的学生 是在实验室做实验时 制造事故引起爆炸 目前公司老师正在进行紧急处理 同学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再三确认事迹成分配比 别 别拍我 嘿 既然地球人这么热衷新闻 如果我们把新闻内容稍微调整一下下 这些愚蠢的地球人 就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 可是大家已经不关注我了 没关系 人类想看什么新闻 我们就制造什么新闻 这样关注你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地球陷入混乱 人类喜欢看什么新闻 你还不了解吗 人类最喜欢看的就是别人出丑 开始吧 这里是哈小龙的特别新闻 传说中的科学少女公孙兰 其实是一个一窍不通的笨蛋 做什么都会失败 据传闻 她一切的发明创造都来自于一个神秘的外星怪物 哈哈 而哈哈的真正目的 则是通过了解地球的文明 最终占领地球 不会吧 顾酸兰居然是个冒牌货 那个哈哈 果然是外来星球的间谍 司马秦宫虽然表面上承认了错误 但是他还是不死心 这个滑板的安全系数实在太低了 一旦把这个伪劣产品投放市场 后果将不堪设想 你的滑板太糟糕了 快扔了吧 离太远点 这滑板太危险了 这是我自己做的草莓蛋糕 快来尝尝 等我们搭完这块模型 根据记者哈小龙的调查 少科站的杨宴是兴趣小组中成绩最好的一个 还一直帮助诸葛聪明 补习功课 但是他们三个当中成绩最好的就是公孙兰 公孙兰一直想在发明创造上超过他最强劲的对手 有哪晴空 少科站里面大家其实一直都在比赛 看来地球人真是太好骗了 接下来我该发布恐龙复活的新闻了 到时候只要我一出现大家就被我崇拜 哈小龙你这个谎化精我所有发明都是自己完成的 我的滑板没有问题只是当时踩住了鞋带 你歪曲事实 我才没有给诸葛聪明补课呢 蓝蓝的成绩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搞发明蓝蓝确实比我强 我从来没有想过占领地球 想占领地球的是你 哈小龙你的编造假新闻骗人 你们看点击量这么高 说明每个人都看了我发布的新闻 哈小龙既然你这么喜欢制造假新闻 那也让你体验一下假新闻是什么感觉 据科学家证实 此前频频出镜的哈小龙 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只便宜的公鸡 因为每天早晨 他都不由自主地跑到屋顶去打 目前科学家正打算对他起点 那是邻居家的公鸡飞到我们家的房顶了 妈妈让我把公鸡赶下来 你们 你们这实在骗人 我是哈小龙 不是公鸡 看那儿 它是由公鸡变的 看哪 看哪 这个就是变异的小鸡恐龙 还有每天打鸣的习惯 太高笑了 哈小龙 你现在知道编造假新闻有多骇人了吧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 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尊重事实 一旦离开了事实 新闻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当然知道你不是公鸡 可是观众不知道真相 你利用假新闻欺骗观众 是非常不道德的 我 我知道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应该用假新闻来欺骗观众 我向所有人道歉 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 不过有一点我一定要说明一下 我绝对不是一只小公鸡 我是哈小龙 我愿意行 我愿意行 这叫中山的星球 银河大道灰小狼 正在这里被宇宙警察追 宇宙大道 我们哪里头 这个宇宙大道长得太丑了 杨燕 你说我们拍的影片 能去参加科幻影展吗 没问题 这个故事是东郭先生的全新演绎 对 我们把经典题材结合了现代元素 问 该我上台了 欢迎旁白 哦哦哦 好 眼看灰小狼就要被宇宙警察追上 此时 出现了一位名叫东郭先生的星际旅客 银河大道连忙上前 苦苦哀求 哎哎哎 这位先生 我正在被别人追赶 求求您把我藏起来 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 好吧 看你这么可怜 嗯 东郭先生很同情宇宙大道 于是 打开了自己的飞船 同意把他藏起来 这位先生 请问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灰色的家伙 他是中山星上的逃犯 我正在追捕他 没错 我不但看到了他 我还抓住了他 现在正要把他交给银河警察局 哦 哇 哎 你说什么 我才是警察 小警察 有我司马晴空 哦不 东郭先生在 这里就没你什么事了 老大 故事不是这样的 你得说你没看见 司马晴空 你的台词错了 是兰兰要抓他 不是你要抓他 我不同意 凭什么这个故事里 我就不能抓坏人了 我东郭先生才不会上当呢 不行 这个犯人是我的 我说了算 明明是我先抓到的 东郭啊你给我过来 求求你们别争了 我赞手还不行吗 救命啊 你们别吵了 我们这个电影到底怎么演 东郭先生就应该按照 预言里的故事来演啊 都什么年代了 东郭先生 早就有自己的想法了 随 随便怎么演 只要你们别把我东郭 逼成两半就行了 有了 我知道有一个职业 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我现在是编剧哈哈 大家听我说 兰兰和司马晴空 之所以会有矛盾 是因为大家的手上 没有剧本 剧本是什么呀 我们看到的每一部动画片 电视剧或者电影 都是许多工作人员 一起合作的成果 不过拍摄之前 最不可缺少的一样东西 就是剧本了 剧本上写着每个角色 要说的话 要做的动作 和会发生的故事 所有人都必须按照 剧本上写的台词和提示 来进行表演 这样才能顺利制作出 一部好作品 原来是这样 早说嘛 我还懒得跟地灵儿童 浪费口舌呢 没错 我作为编剧哈哈 你们每个人的台词和动作 就由我来决定了 我一定会写出最好的故事 让我们的东郭先生 成为科幻影展上 最好的作品 又是剧本太后 台词背不下来怎么办 你就知道吃 不能烧在小纸条上吗 这个可有点为难 你们等着 这点小事难不到我公孙兰 这是我为编剧哈哈 特制的剧本写作机 哈哈写完剧本后 只要按这个键 就可以打印出一副 剧本隐形眼镜 大家戴上这副隐形眼镜 每个人要说的台词 就会出现在眼前 这样就能顺利完成 我们的表演了 太好了 我这就会去写剧本 各位 我们明天十点 准时开机拍摄 哈哈 左边去的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很难呢 难倒是不难 但是怎么把故事讲好 让大家有兴趣看下去 可一点都不简单 我不明白 比如我要讲一个 铅笔和橡皮的故事 他们是一对好朋友 可是橡皮特别喜欢 纠正铅笔的错误 总是把铅笔写的错别字 擦得干干净净 于是铅笔生气了 在纸上乱涂乱画 想让橡皮在擦的过程中 彻底消失 可是没想到 它涂完一整张纸后 自己只剩下铅笔头了 于是铅笔哭了起来 这时候 橡皮过来的铅笔 说了一句话 橡皮说了什么 我也想知道 你看 你们想继续听下去了吧 这是因为刚才的小故事里 就有着编剧的技巧 先是设置了铅笔和橡皮的关系 他们是好朋友 可是因为一些事情矛盾了 于是铅笔采取了行动 要对付橡皮 却导致了糟糕的后果 编剧靠着不断设置矛盾 解决矛盾 就可以写出吸引人的故事了 听起来很有意思啊 好人会被坏人欺负 然后去打坏人 打赢之后 还有下一对坏人 哈小龙 看来你也可以写剧本了 好了 东郭先生剧本完成了 明天大家戴上台词眼镜 我们就可以拍摄了 真是太好了 听爸爸说 明天在少科站的拍摄 还会进行网上直播 明天一定会很顺利完成的 我们早点休息吧 傻瓜 你先别走 编剧真有这么厉害 想干嘛就能干嘛 没错 既然这样 趁着明天的直播机会 我们微微篡改下剧本 会有意外的结尾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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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开始 这位先生 要知道我是珍稀保护动物 根据银河系动物保护法 我们灰小狼应该得到全宇宙的爱护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好吧 那就到我的飞船里来躲一躲吧 这位先生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灰色的家伙 他是中山星上的逃犯 火中的追捕他 呃 他好像往那边跑走了 感谢 好了 灰小狼 警察走了 你可以出来了 谢谢你 灯锅先生 既然你做好事救了我的命 现在我饿极了 你就再做一次好事 让我吃掉你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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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观众对我们的演出评价很高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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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奇怪 这不是我写的台词 他是这个宇宙最厉害的恶魔 最危险的坏蛋 也是地球曾经的主宰 他就是恐龙的传人哈小龙 大家好 我才是真正的银河大盗哈小龙 哈小龙 我们从今以后会听从你的话 让地球重现恐龙的威胁 糟糕 台词被人改动过了 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什么 这么混了 怎么又出来一个新的角色 故事说不通啊 全乱套了 哈哈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别担心 编剧还有一项技能 就是无论故事发展成什么样 都得立刻想办法圆回来 哈小龙 灰小狼 你们俩都被逮捕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演的一出戏 没错 我们故意放逃了你的同伙灰小狼 让他来把你引出来 你果然上当了 人人都以为东郭先生太善良了 会受到宇宙大盗的伤害 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只要做了坏事的人 就一定会受到惩罚 孩子们编的故事 我们还真没想到 挺好看的 这个结局我没猜到 真不错 太好了 终于是一块小狼 虽然有点小波折 幸好还是被哈哈圆回来了 你还记得 那个橡皮和铅笔的故事吗 你知道橡皮最后 跟铅笔说了什么吗 说了什么 橡皮说 我们是朋友 我的存在 就是为你擦掉你的错误 希望你可以成为更好的你 太感人了 对不起 哈哈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篡改你的剧本 哈小龙 我知道你有很多 自己的故事想说 你也可以从头到尾 自己写个剧本 哈小龙 要加油哦 我们都等着看你的剧本 哦 哈 鬘 喂 喂 by bwd6